你知道國高中談戀愛那種小屁孩那種嗎? 嗯 就是有時候私底下會偶爾會這樣子 所以你會故意去鬧他 既然你知道你這麼白目 那為什麼你還要每次都鬧他? 我個性嘛 沒辦法嘛 因為也跟他講過了 有時候空之不住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他會生氣啊 他生氣我就很開心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189 非常多觀眾朋友都很好奇 為什麼我在德國選擇了求婚 而今年我們準備完婚 那究竟為什麼我要步入這種錯誤 或是正確的這種婚姻墳墓的選擇 或是婚姻天堂呢? 好嗎我們今天就做了一系列的問與答 要來回答這些問題 來吧 聽說這個夫妻嘛 要永結同心 在同一條船上就是應該要一條心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很多問題 要來問你們兩個 看你們兩個是不是同一條心 如果不同你們也可以就是 先緩個幾年 或是你們看要不要找其他的人 好 第一題 想生幾個小孩 來 請作答 那生不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再討論一下 翻版 一個 欸 你們同一條心耶 因為我覺得一個已經是你的 婚後 想住在哪個城市 來 請作答 台灣的嗎 我選兩個好了 台灣跟國外 好 那我們先決定 台灣要住在哪裡 蛤? 不然這樣把就是婚後 到10年這樣子好不好 翻版 其實我們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你這個是新北可能也可以對不對 對 那你是只想住在台北市嗎 都可以啊 簡單統計來說好了 為什麼你們都想住在都市 因為你看他花蓮人啊 他也可以住在一個比較輕優的地方啊 就是 我剛剛又因為比較準是國外 我是想要花蓮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現在我的事業階段的話 我覺得留在大台北的確會比較好 那如果我是可能正常職業啊 或是什麼 我會選擇花蓮 那為什麼媳婦想住台北 他是台北人哦 哦 什麼西 我覺得我們先聲明一下 我們這個就只是天馬行空的亂想 不是說哦 中共會打來 所以我們要逃走 不是 那怕有些人會造勇 還是想說要去住北京 先不要啦 先不要啦 完蛋了 我忘記那個字怎麼寫了 對啦 我就習近平小學生不會寫字啦 好啦 翻版 好 距離黑德國差不多耶 可是他有點想去 姐姐 城市 義大利是國家 德國是國家 巴黎是城市 羅馬 確定 羅馬米蘭還是 哦 米蘭米蘭 所以米蘭跟巴黎 其實我們上去去那個地方 哪個 我們去那麼多哪一個 一開始住那個 白色那個 哦 我們去那個海邊餐廳耶 那是很偏鄉的地方 對啊 你喜歡 就是給他100歐元那一集 而且你們其實都有想住在德國耶 為什麼 德國跟奧地利我自己覺得有點像 東方的日本 它的那個 治安什麼 你們都覺得很不錯 治安 人文素養 就是相比其他歐洲國家來說 跟你的關係不會太親近 其實也不會太疏遠 就是該幫忙會幫忙 但平時也是稍微有點距離 可是消費上來說 德國是不是也蠻貴的 德國消費其實 比起 旁邊的奧地利跟法國來說 低一點 但德國的薪資又高 所以德國我覺得是蠻一個宜居的國家啦 既然問了你們婚後想住哪裡 兩位新婚 應該還沒有蜜月旅行過 上一次那不算嗎 那個不算吧 那個是求婚啊 新婚要不要亂啊 蜜月旅行要別的地方啊 這個就是結婚的墳墓啊 你開頭講啊 我媽上次說 你求婚就已經花這樣去那麼多 你蜜月旅行要去哪裡 非洲大草原啊 對啊 非洲我不能去 我就上次不該先去耶 對吧 對啊 你開頭就講了嘛 這就是個墳墓嘛 哎 蜜月旅行想去哪裡 你們兩個其實 你寫什麼 想法都蠻像的耶 雖然你的那個是大方向歐洲 然後他是只想在北歐 那為什麼你只想在北歐 北歐還沒去過啊 看看極光啊什麼的嘛 冰島好像也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寫的這個太廣泛 不然這樣你重問你重問 蜜月旅行啊 蜜月旅行要去哪裡 好啊可以低 還不錯吧 你是不是寫宇宙 西班牙葡萄牙之類的 對對我想去 但是我覺得上次去那個義大利什麼的 義大利你喜歡 其實我也很想再去一次 有點讓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是比起法國來說巴黎 我覺得我好像更喜歡義大利 你們是想要辦那種 中式的還是西式的 還是你原住民式的 好的我寫好了 這麼快 這麼快啊 辦桌那種也可以啊 廟會啊 對啊流水溪啊 那什麼卡拉OK啊 拿卡士啊 你們就在立法院前面辦啊 嗯 我不知道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被 媒體渲染 從小到大就覺得 哇 這樣子好像很帥很漂亮很莊嚴啊 雖然我也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天主教徒啦 但我會覺得 不知道耶 為什麼啊 好神聖的感覺 像中式啊 或是台式啊 或是原住民式 對雖然我自己是原住民 但是 如果只能選一個的話 我會先選西式啦 但如果可以辦兩個了 我另外也可能會是原住民式 那你們是想辦那種 小小的這種家宴型啊 無私個人的就好 還是你們要辦那種五百個人的 你覺得可能中小吧 比較好的親朋好友會來 你這麼 不要太小 就是不要那個 不要太小是怎樣 兩桌 一桌是牧師的這樣 你大概預計想要多少人來參加你的冠軍 一桌幾個啊 10個 10桌就是100個 10桌 欸10桌 兩個人家想10桌 對啊 100個人差不多 哦那差不多 因為我們其實 從剛剛到現在的想法其實都蠻像的耶 可能你還沒問到比較核心的 哦知道 OK 好好我們接著往下問 你們兩個覺得 彼此的生活習慣 什麼生活習慣最差 就是 有什麼是包含你生活習慣 比如說媳婦 可能髒亂啊 對不對 洗澡洗很久啊 這些都是生活習慣啊 喜歡講電話啊 把你電動插頭啊 把我的呼吸氧氣罩啊 對啊 這什麼都算啊 嗯 偷偷把你買那個北京計票啊 靠謠 這都算 這人是死心不改這樣 他很多寫不完 你也很多啊 挑一兩個出來寫就好啦 不然你寫很多嗎 好了他好了 好 我先看八九 不開冷氣 不讓我有自己的空間 冷氣然後什麼 睡覺的聲音 手機東西擺放 我們先看八九的好了 你這個字真的很 很漂亮 好啦我都沒資格啦 你們等下 你們兩個都有寫到冷氣 冷氣是什麼問題 不快冷氣是快 我比較怕冷 我比較怕熱 水火不龍啦 你們因為冷氣這個是超過價 要要要要 我覺得 誰也不能讓誰 那怎麼辦 一人睡一間 對吧我是這樣覺得 還沒結婚前就分房睡 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就是 我覺得如果是生理構造 就是每個人對於冷熱的感覺 可能沒有辦法自己去控制 對吧 這基因可能基因決定之類 那是不是分房睡 因為我覺得 如果是身體構造的基因的曲線 導致你要分房睡的話 不代表我們感情不好 但是你分房睡 你就沒有下面那個問題啦 分房睡你就有自己的空間啦 就是因為沒有啊 蛤 你這個爐力算蠻搭的好 對 好換你吧 我看一下行不行 就是他要睡一跳 他不會直接睡 他就會用 滑手機 所以你是那種就是你要睡了 你就不會在那邊滑20分鐘啊什麼 就直接睡的人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時候會滑 那你有什麼資格嗎 那就是我自己在的時候 他如果在 你就不太會滑 你怕會吵到他 對就是 如果是要睡覺我就不會 你的意思是他不怕吵到你 不能這麼說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的工作性質 一些壓力 或是一些資訊 腦袋會一直轉啊 很難停下來 可能要睡的時候5點6點7點 那其實之前我也試過 5點6點7點 我還在外面看手機 或是弄東西 他就會 對啊 是不是跟誰聊天 你又是誰 手機電話號碼是誰 不是好不好 我只是說 你怎麼還不睡覺 然後就吵到8點了 所以有時候我想說 算了好啦 早點睡啦 不然他念我 好像又懷冬懷疑也不好 可是進去又收不了 停不下來因為 算了我睡不著 我來找一點明天的資訊好了 對啊 這惡性循環 我想了解一下那個東西擺放 你需要解釋嗎 沒有啊 東西擺放有分很多種 是他吃完東西不收 還是說他譬如說 碗也不洗 垃圾也不倒 還是什麼 東西擺放我覺得可以聊很多 垃圾都我在倒 那你最受不了的是哪個地方 他說垃圾都是他在倒的 因為那時候 有改進嘛 你們有炒過垃圾 這處理的問題 這個沒有 那媳婦是比你乾淨嗎 不會亂來的 對啊 當然 那你們覺得說婚後以後 家裡誰要負責煮飯 我們基本上現在是外食 小孩啊什麼 你們總不能天天讓他吃 小孩煮啊 吃麥當勞 小孩煮啊 小孩大體儲耶 假設可能真的有個小孩 需要可能健康餐什麼的 你們覺得會是誰準備這個東西 因為他外食一定說什麼 麥當勞是什麼 小孩不能吃嘛 不會 他要跟爸爸一起 一起 他就一起 你覺得為什麼是你 他喜歡煮 我煮飯蠻紓壓 對 你要煮 但是煮完要清 然後要茶 要洗 東西擺放的問題 他還在跟你答應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分工 如果我煮的話就是 那我要煮 那我要煮 因為我們小孩吃飯 那可以吃啊 那你評價一下他什麼東西能吃嗎 就是他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煮 他就是夾了 買現成品 可能煮好的雞胸肉 但是我如果要煮飯我就是原食材 然後自己切自己調料自己下去 我覺得這個形式不太好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說你會跟他一起 我還去醃汁耶 他只是幫我自己煮 沒有沒有 一起就是 欸 我也有煮喔 我不用洗碗喔 就是站在你旁邊這樣子 欸 好好煮喔 欸 又要洗碗 我剛剛有站在旁邊一起煮 我會幫你拿鹽巴耶 剛剛至少幫你開水龍頭耶 那你覺得你會幫他什麼嗎 不是幫他我也想要自己煮 我以前我也會煮 那你以前自己都煮些什麼 泡米水 水餃 微微喔 南瓜湯啊 麥當勞加熱啊 南瓜蛋花 意大利麵 還有嗎 飯啊 飯 還有嗎 欸 我還是煮 飯是什麼 煮白飯嗎 沒有啊 就什麼滷肉飯 那個滷肉是你自己做的 沒有 就自己買肉然後自己 微波 家務分工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 我很常看到很多夫妻 因為家務分工而吵架的 你們覺得 你們婚後家務誰會做的比較多 我覺得現在好像還蠻平均的 真的嗎 因為大部分現在時間是我 我塞衣服 我洗衣服 我倒垃圾 那媳婦負責什麼部分 對 監督啦 監工啦 監察院啦 你為什麼說家務分工是平均 平均的話他應該也有做點什麼 在你印象中有做點什麼 可能我目前還想不到啦 你不做就我做了 買一些生活材料吧 可能沐浴乳洗髮精 洗面乳膜啊 去買 衛生紙沒有去買 採購是 對 洗腹負責 洗衣服一直都是八九負責 最近是我啦 以前是你洗 當然了 最近為什麼換成你 因為我可能比較晚睡啦 也比較晚洗澡嘛 當然就我洗 你們洗澡有吵過價嗎 就是誰先洗這種問題 有過 如果我那天比較早回來 我會覺得是不是我先洗好了 因為基本上很多天 可能10天我才洗一次 有時候 10天洗一次 衣服 不是啦 早洗一次 第一個先洗 我有時候會覺得 如果我們一起出去 我怎樣 我比較放鬆 我比較事情沒那麼多 我想要先洗 因為平常是沒有辦法 你會想要比八九先洗 你知道 每天 去外面很晚陪假的時候 然後很累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欸 因為正常都是我會先洗 他會讓我們先洗 正常是我會先洗 然後他突然間就說 他要先洗 我就說 蛤 你要先洗喔 然後 要吵到八點 沒有啦 突然我就說 是我們要先洗 我也想要先洗 現在就他會讓我先洗 因為平時我都讓他先洗嘛 你們找到了一個 你們能夠共生共存的方式 對 寄生獸吧 沒有 他有時候要一起洗 我就覺得算了 不要好了 不然你先洗啦 不然你先洗 你先洗 別生小孩啊 那我們來聊聊小孩教育的問題 如果說你們真的有小孩了 你們會希望他從小學外文嗎 或是學音樂啊 畫畫啊這些 如果小朋友他想要學什麼 好奇我會陪他 會陪他 陪他一起學 如果我本身我就會了 我就會可以指導他 如果我本身我不會的話 你會什麼 畫畫之類的啊 不是啊 基本的一二三數學加減法 ABCD是OK的啦 你怎麼這麼瞧不起人家啊 沒有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小朋友剛說他什麼都不懂 他當然我會的 我就可以指導他 可是他如果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反正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學習 你看人家是陪伴式的教學方法 很好 那你咧 我其實也是會讓小孩先去摸他自己的興趣 但是我有一個限度在 你可能試兩個三個四個 如果你一直這樣三分鐘都會的話 我會覺得你真的好好先思考過 媽的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跟錢讓你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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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不是富二代耶 那如果小朋友從小就跟你說 爸爸我喜歡吃麥當勞 可以啊 小朋友跟你說 爸爸我想吃麥當勞 可以啦 就是不要也是不會讓他一直吃啦 那他如果看到你在吃就說 爸爸你每個禮拜都吃 為什麼我不行 那你跟爸爸一起上班工作賺錢 你想吃什麼吃什麼 沒有吧 我覺得你應該會說來一起吃 我覺得是 其實因為我蠻疼貓的啦 所以你也是疼小孩派的 你就會讓他每個禮拜 疼貓不已經疼小孩了嗎 差不多啦 其實其實是差不多的邏輯 所以如果小孩教育問題 媳婦你覺得你會是比較嚴肅的那一派 然後發覺會是比較疼小孩那一派 我心比較容易軟的說實在好嗎 我覺得一開始應該是我會比較兇 反正是他比較像陪伴式的 寵貓那一樣子 但是如果就像他講 如果一直講講問題 然後發現小朋友好像 三四個興趣都一直都摸索不出來的 他可能就會比較嚴厲 可能貓嘔吐在床上 我又會說 黃一文為什麼你吐在床上 安慰貓 沒關係沒關係 媽媽誣賴你對不對 沒事沒事我知道是他吐的 我之前是顛倒是非的 對啊 你就把臭全部都掛到他身上而已啊 明明那麼明顯是貓吐 還當我的面吐 所以你可能會比較當黑臉 你當白臉那種 你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嗎 沒有耶 一個家裡面可能要教育小孩 我知道很多夫妻他們會說 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 不然兩個都黑臉 小孩就會跟他疏遠 兩個都白臉小孩也會被寵壞 對 可能生出來才知道 那個小孩是長什麼樣子 不是性格啦 性格啦 覺得婚後吵架 誰會先讓步 誰會先去主動說 I'm sorry的那個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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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啦 你剛講什麼道歉啦 都我 那為什麼媳婦你拉不下來 臉跟他道歉 有時候是我故意挑釁他 背吧那種 他會挑釁你什麼事情 好疼啊 也是蠻多的 很挑 你知道國高中談戀愛那種小屁孩那種 就是有時候私底下會偶爾會這樣 所以你會故意去鬧他 既然你知道你這麼白目 那為什麼你還要每次都鬧他 我個性嘛沒辦法嘛 因為 也跟他講過了有時候 空之不住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他會生氣啊 他生氣我就很開心了 你會這樣鬧你的小孩嗎 他如果生氣的時候 跟你說 爸爸道歉啦 他這樣怎麼辦 爸爸就跟你講 我要學功課 你一直在鬧我 那你小孩肯定也會這樣叫你道歉 沒有啦 但到時候生出來再看 我小孩有這樣我再跟你講 來公司看到我員工 你叫我員工道歉 他就隔天去那個學校有沒有 然後老師問他為什麼作業也沒寫 昨天我爸一直鬧我啊 道歉啦 我有提出嘴了耶 一定是我跟小孩去鬧媽媽 可能小孩就會端水 就媽媽你喝 但小孩的高度 可能就只能勾到馬桶裡面的水 對 好 不會那麼過分 就住如此類這樣的事情 好 爸爸爸爸 對 你們會想要住在 什麼樣子的房子裡面 或者說你們想住幾坪的房子 你們有想過嗎 台北喔 還是按照我 我原本可能最想要 最終是花蓮的話 你們可以在哪個城市都沒關係 但是你們想要住在幾坪的房子 讀洞然後100坪以上 你是要讀洞 花蓮花蓮 台北 30坪40坪差不多 媳婦呢 差不多 差不多是13040 差很多 304千 但越大越好 然後那個辦公室可以放床 這樣就好了 行軍床或沙發床 然後有冷氣 對 對 原來是這樣子 這樣就OK 我就可以生活了 你沒提過 好像沒有提過啊 因為我們沒有討論過 對啊 我都會直接做耶 直接做是什麼意思 就跟他說你這個燈泡很醜換掉 這樣 道歉啦 沙發買這個顏色 道歉啦 是這樣 靠杯喔 壁紙怎麼買黃色 道歉 這樣 好像我一開始他就選定 比如說三人現在住的 是他看 這個就有分了啦 就是 誰出錢 如果是又急又敢的話 那當然是我先決定嘛 如果是他也有出錢 或是一起出錢 就可以一起討論 那如果全部都是我負責的話 那我就直接做 最後啦還是要溫馨的講一下 因為你們德國那支求婚的影片啦 很多網友都有祝福你們嘛 但是也有幾個共同的問題就是 兩位為什麼會選擇彼此 作為共度一生的對象 這個是我看到滿多人問的問題 哎呦 你看哎呦 還是可以哎呦一下 事必得 你要先說嗎 為什麼 我掰一下 我想一下 沒有沒有 生活上很氣和 沒有 絕對不會是生活 我覺得啦生活上可能 不會真的有氣和的吧 應該說你們雙方覺得 彼此是可以磨合的吧 可以 對對對 很難有氣和的人嘛 但是這個人如果是可以磨合的 可以溝通的 兩位最後 給想要結婚的人一些建議 當機 你們給不出來 你們給不出來要結婚 你們給不出來要結婚喔 我覺得 好啊我要給別人建議 我覺得我自己都做的沒有很好 還是還是應該是結完婚 一兩年之後再給結婚比較好 好 對 就這樣吧 你們只能給要求婚的人一些建議 然後可能一兩年後就一個新的 為什麼 你要 呃呃呃 為什麼要 逼逼逼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就可能又是89跟 另外一個女生 你看 為什麼要結婚 道歉 你剛剛在拍說講什麼 道歉啊 好我道歉 我道歉 我道歉 這一集要收尾 我道歉 好啦今天這個 荒唐的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 記得去看我的主頻道 你會更不喜歡 我是89 下次見 掰掰